Hello 大家好 2020年庚子年 世界發生了很多大事 全球方面 武漢肺炎大爆發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3600萬人中招 有100萬人死亡 引發了全球經濟大衰退 在中國方面 南方有水災 北方有旱災 雲南有旺災 很可能有糧食危機 還未算中印邊境衝突和新疆漢化教育的熱議 香港方面 廣區國安法加速了中美貿易戰 中美方面 現在無論在國防、軍事、貿易、技術、媒體、外交方面 彼此仇恨都是加劇的 我相信大家心裏有一個疑問 究竟會否打仗 今集就帶大家一起去探討和分析這個問題 來吧 打仗 打仗 其實是否知道打仗是怎樣的一回事 為什麼要這樣問呢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我們生活在一個太平城勢的地方和時間 其實我們沒有親身接觸過打仗這件事 我們知道打仗通常都是我們看電影、看電影、看書 或者是讀書的時候我們接觸過 舉個例子 是否真的今天A國說我要打你了 我和B國反台了 明天我的大炮就射去B國呢 答案就肯定不是的 好了 為了解打仗是真正是怎樣的一回事 我們現在就用一分鐘的時間 去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戰 為什麼會發生 有什麼元素導致兩個國家的戰爭 甚至掀起整個世界的大戰 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好了 其實第一次世界大戰牽涉兩個國家 包括奧空帝國和塞爾維亞 導火線就是一個塞爾維亞裔的青年 刺殺了奧空帝國的皇太子和他的太太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奧空帝國就向塞爾維亞宣戰 雖然這個是導火線 導火線可以說是開戰的一個借口 其實奧空帝國是想藉此 去徹底粉碎塞爾維亞對他的威脅 其實為什麼呢 原來是早於幾個世紀之前 其實塞爾維亞人就聚居在波斯尼亞 波斯尼亞當日還是一個省 是一個奧圖曼帝國的省 歷史就一直發展 塞爾維亞就獨立了 其實他一直以來都很想把波斯尼亞 納入他自己的國家 因為塞爾維亞有一個夢想 他就是想把巴爾幹半島所有的斯拉夫人統治他 所以這個是他一直都想統一的目標 但是事與願為 波斯尼亞其實就是被奧空帝國立了 所以塞爾維亞一直都有一個仇奧空帝國的情緒 亦都觸發了這個刺殺的行動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裏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三個會打仗的元素 第一個就是戰爭的導火線 我們可以稱之為反台 或者是兩個國家化油為敵 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 塞爾維亞裏的青年去刺殺了奧空帝國的繼承人 這個就是觸發了兩國反台和戰爭的導火線 2020年其實武漢肺炎的爆發和港區國安法 都是導致了中美兩個國家化油為敵 如果大家忘記的話可以說一說 2019年其實中國的主席習近平 其實都仍然是稱呼美國總統特朗普是他的朋友 但是就在2020年6月30日 中國第十三屆中國人大常委會 第20次會議通過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區特別行政區的維護國家安全法 之後7月22日Business Today就報道了 美國總統Donald Trump說他很尊重中國 和都想和中國的習主席保持良好關係 但是不幸的 unfortunately 由這個共產主義產生出來的冠狀病毒就失去控制了 而第二天7月23日 國務卿龐貝奧在尼克松總統圖書館和博物館 都發表了一個共產主義中國與自由世界未來的演說 當中分享一段 他說的確我們和北約的盟友都未對香港的立場站起來 因為我們都擔心這樣會失去中國市場 但是他說這種膽怯會導致歷史性失敗 我們不能夠重複這個失敗 所以這個導火線往往就是兩個國家開戰的一個藉口 而第二個原因就是一方面有一種擴張他的權力和統一的野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 塞爾維亞就是有一個要統一斯拉夫人的野心 所以就導致刺殺的事件 其實中國從來都沒有放棄過要統一台灣的決心 除此之外 其實他是有一個向世界擴張的野心 所以會有一帶一路南海爭議 好像九段線主張以前他就說共同開發 但是其實他已經是起了這個人工島 他其實是有一個意圖要擴張他在東亞的勢力 以及將美國在東亞的勢力驅趕走 其實美國有一個政治學者叫做Graham Allison 他就創造了一個術語叫做修飾底德陷阱 是用來描述當新興的強國威脅到現有強國的國際霸主地位的時候 導致的一種明顯的戰爭傾向 這個術語主要是為了描述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潛在衝突 而第三個戰爭元素就是國家的領袖 他願意為了保障他國家的未來和他的利益而戰 好像現在的美國總統Donald Trump 他今年就競選連任 他曾經說過如果他是不能當選的話 那中國就會擁有美國 而美國人就要開始學中文 而在今年的9月4日 美國都準備好和中國所謂的Decoupling 現在和以前打仗有什麼不同呢 現在是因為全球化的關係 國與國之間其實的利益都是千絲萬縷的 如果你真的要去打他另一個國家的時候 首先你是要和他有Decouple 即是說你去找一些合作的夥伴去做一個alternative 在今年的9月4日 台美就有一個重組供應鏈的論壇 這個論壇就牽涉了美國、日本、歐洲和台灣一起去研究 特別是就著資訊科技和醫療領域 是怎樣去換過第二個供應鏈就不要中國 而第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美國體力已經準備好作戰的工作 在2020年9月24日 然後Air Force Magazine這個雜誌裡 就有一篇講MQ9無人機的文章 當中有一個圖畫 就是講戰士穿著軍服 在他的秘章裡竟然是中國的地圖 他們就沒有進一步解釋 大家可以想一下其實當中是暗示了什麼 除了以上分析了歷史的條件之外 我們都可以從中國的歷法去看看歷史的發生有什麼玄機 在影片的開初我有提過 今年是2020年庚子年 大家知道庚子是60甲子之日 即是說每60年就有一個庚子年 我們一起回顧一下 其實以往的三個庚子年究竟發生什麼事 首先對上一個庚子年是1960年 當時中國正處於他三年的饑荒期裏面 這一次的饑荒 中國總共死了1500萬至5000萬人 是死了很多人的 第二個庚子年就是1900年 當年就是八國聯軍入侵當時的清朝 在第二年就簽了薪酬條約 就賠了很多錢和喪失了很多主權 再對上一次就是1840年就是鴉片戰爭 搞了兩年之後清朝就和英國簽了南京條約 就將香港割讓給英國 大家可以看到庚子年都會充斥死人賠錢 各地和喪失主權這些事 今年是庚子年 究竟下一年會是怎樣呢 往往庚子年只是一個開始 不是一個終結 今集的內容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就like它 subscribe我的頻道 以及留言告訴我 記得turn on notification bell 你就不會錯過我以後的影片 下條片見 拜拜 請教者們